德国公开赛是离子驾或陶天仙斗的王者回归赛,你相信吗? 2023年,不知不觉也踏入了3月份,也是取有我们值得关注球赛的月份。 3月的三战比赛分别是3月8日至13日的德国300公开赛, 3月22日至27日的瑞士300公开赛, 更有下星期万众瞩目在Bermingham举行的全英赛。 现在雨滩南单的项目中其实非常有趣, 有努力维持状态的夺冠热门,拼命爬到一线的强势黑马, 还有试着找回手感的爽之球员。 德国公开赛已在这周开打, 今天请来跟大家分享这周最有望成为德国公开赛冠军的五大南单焦点球员。 请不要开始之前免费按赞订阅分享多多予点频道, 这样就不会做过最新的雨滩世界新闻。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位是来自台湾的00后林俊逸, 最近有看球赛的朋友相信都对这位刚崛起的变态新秀不陌生。 就在刚过不久的泰国大师赛中, 当时的林俊逸世界排名第35, 才刚好入围的他一路疯狂追杀, 惊喜连连却拿下小铃丹温红阳, 再来日本二哥西本拳泰。 半决赛和决赛都以两局姿态拿下了法国公开赛冠军, 石宇齐和香港一个吴家郎。 把不可能化为可能地摘下了冠军宝座。 其实小林也算是高调出道, 在参加300赛事前, 去年一口气在蒙古、比利时、 悉尼、Bendigo、匈牙利、 诺维和爱尔兰的挑战赛都拿下了冠军。 看来现在的林俊逸手管的状态真的不简单, 未来更是让人期待。 我不敢说林俊逸是夺冠人们, 但他绝对是人人不可轻视的主要黑马。 第二次来自新加坡的洛建佑。 世界排名第八的洛建佑是这周的四号种子, 随着二号种子昆拉福和三号种子拿尔欧卡, 第一局就爆冷落败的情况下, 洛建佑的赢面又大了一些。 不过洛建佑在2021年拿下世锦赛金牌后, 就没有再夺得任何冠军, 状态确实下滑了些许。 不过我们也不能用冠军来衡量他的实力, 虽然没有拿下头衔, 不过去年的他也拿下了印度公爱赛亚军, 东南亚运动会银牌, 也是印尼大师赛, 新加坡公爱赛和大麦公爱赛的四强选手。 实力当然还是属于雨潭一线, 所以说洛建佑绝对是这周拿下德国公爱赛冠军的夺冠热门。 第三位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吴家郎。 28岁的Angus属于现代宇宙界的前辈, 最高的世界排名也已是6年前的世界排名第6, 虽然现在占据世界排名第15, 不过我们都能看得出他最近的手感还是蛮可以的。 Angus的球风稳定踏实, 经验十足。 在今年也赢过李子佳, 李世锋和黄志勇等等的球员。 更在这周德国公爱赛以三局姿态干掉了三号种子, Kodai Naraoka。 加上这周许多一线球员没有参赛的情况下, 吴家郎拿下久违公爱赛冠军头衔的几率肯定是有的。 第四位就是来自日本的陶田贤斗。 不瞒大家说, 小编是陶田贤斗的铁粉, 但未来也会一直无脑地看好Momota。 不管现在的状态怎样下滑都好, 我们都知道他的实力真是没有对手的。 连续在2018和2019拿下了世锦赛的金牌, 当时的他就站在雨潭的最高峰。 就连是李中伟、林丹和安在龙这类传奇都拜于他拍下, 小编相信只要球路和技术依然在, 闲逃翻身变线逃也不过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首券已经拿下了自己的克星石头哥, 现在只要找个好时机, 先拿下一个冠军, 找回自信。 未来继续横扫大赛头衔, 甚至成为传奇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一位我想不必多说, 大家有多抬出来的吧。 没有错, 他就是从世界排名第二下滑至第四的大马自由人, 李子佳。 就像传奇李中伟而言, 李子佳和陶天现在就需要一个比赛来增强信心, 找回手感, 再回到巅峰。 相信很多网友也对小李最近的表现很失望。 不是一轮油, 就是吃局出局。 不过嘴上说失望的你们, 还是跟我一样非常渴望小李回归的哪一刻? 在电视机前或现场再次欢呼喝彩吧。 如果观众们也是打球的人, 就能够感同身受, 知道羽毛球是个很靠状态的运动。 只要我们这些粉丝们能再给小李一些时间和鼓励, 李子佳能够回到两年前蒙古班状态的话, 以现在多数种子球员都落败的情况下, 便是李子佳崛起之时。 那这里的朋友, 你们认为李子佳和陶天仙斗还有机会爬回羽团最高峰吗? 德国公开赛, 你最看好的球员又是谁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的意见。 如果这样子影片, 免费按赞订阅分享多多一球频道, 这样就会不会最新的羽团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